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成立了公关小组 什么一线的 二线的 下岗的 退休的 后勤的 行政的 全都给动员起来了 哎呦 你招什么提 我能不急吗 就等着今天签完合同 领完原料回去开工了 这下全完了 全完了 真是一场游戏一场梦啊 哎呦 我说你啊 你小小气小小气好不好 我你 余小姐 余小姐 您看看 您看看 啊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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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厂长那多难呢 本人身表同情 但是岳总 我什么时候答应 把这十万善的业务 担给孙厂长咱们一家呀 哎 可是 就算我答应了 可是 在没签合同之前 这是不生效的 可是咋 我认为 我们的做法 无可制造 既然 现在有这么多家 想玩这个活 大家不如试一试吗 谁做的好 用谁 是 岳总 啊 如果要是你 你也会像我们这么做吧 这我 是 当然了 是吧 我给 海涛 余小姐说的也在理 是吧 完了 全完了 早也盼 晚也盼 盼星星 盼月亮 就盼着 这么大笔生意 啊 这这 一下我们打一翻身仗了 一千多万呢 真要挣到手 我们什么 欠银行的贷款 欠职工的工资 啊 不全都解决了吗 什么技术更新 设备改造 福利奖金 下岗退休 全没问题了 你这 哎 可是一样 您也不能就想这好事 好事到家门口了 我能不想吗 啊 真到那时候 我们查 啊 狗熊作衣 我们站起来了 尝试吃烟的油子 我们抖起来了 猪八戒遇见七千女儿 我们重整熊风了 这下 全完了 你看看 不 小姐 您 余小姐 您看看 您看看 啊 您小给人家给盼呢 这都 一百善 少了点 要不 这么多 您再 稍微给加点 好不好 有这个必要吗 我们要不是慈善机构 再说了 加多少算多呀 那 要加一二百 我现在就能做出 孙朝长 他能满意吗 看看 我说什么来着 林签约了 把人家给撂了 我早就看出来 那余小姐 不像什么好人 刁钻不怪的 你这是偏见 偏见比无知更可怕 谁无知了 我干嘛对他有偏见啊 我也不认识他 他是你的假想敌呀 自从那天 有你怀春之后吧 先是把我当成了假想敌 然后呢 又把他当成了假想敌 我有毛病啊 我就算是怀春 我也应该是找朋友啊 我倒好 一个朋友没找着 弄得俩假想敌 我怎么就这么倒霉呀 倒霉呀 我倒霉呀我 海涛 我说你也防这么贪 好不好 你非要一口 把人的十万扇都吃进去 余小姐 您也松松手 海涛厂部场 您也去看过了 调解还可以 您呢 先给他个几千扇的活 他们要做得好呢 您再陆续再给他们 这不都是一样的吗 是吧 不一样啊 他这防导门的图纸 已经给我们看过了 技术要求很高 而且又是最新型的 我们场原有的设备 都不一定合适 起码要进行技术改造 甚至还得添新设备 有些项目还得组织 技术力量攻关 上下转的完了 就做一百扇 统共才一万块钱 那不赔死了 就算一千扇 也才十万块钱啊 我们也赚不着什么呀 我们也有难处 孙厂长 这次订单量很大 而且要的又很急 我们领导考虑 如果把宝压在 你们一家身上 万一完成任务 或者质量有问题 我们不是就全瞎了吗 到时候哭都来个急 绝对不可能 我以我们场的信誉担保 这年头信誉能担保吗 孙厂长 你不是在骗小孩吧 我以我个人的身家性命担保 这总可以了吧 孙厂长 恕我直言 你的身家性命 当然是无价值宝了 可是 他能换现金吗 我跟你说 我们这笔生意 光加工费就上千万 我也不瞒你了 我们预计他的利润 远远要超过这个数字 这万一有个闪失 我就是取了你的身家性命 又有什么用啊 那我 那我就不知怎么办了 孙厂长 我们是初次合作 什么信誉担保啊 风险抵押啊 我们都没有啊 原材料 我们准备马上就批给你 考虑到你们厂子有实际的困难 我们准备 先付你们一笔加工费 孙厂长 让你自己说说 天下 还有比我们更诚恳的合作伙伴吗 现在 我们不是就想少签点吗 等您做得好 我们再接着签 这有什么不可以啊 您为什么就不能做一点让步呢 我让步 我当然可以让步 可是我怎么让步啊 那个 要不然 那 那预付的加工费 我们可以不要了 有什么困难 我们自己想办法解决 说实话 那真没多少钱 咱们要先签一百善的话 加工费才一万 我先预付你百分之二十 就是两千嘛 我现在就可以给你 不要不要不要 我都让步了 于小姐 您自己留着花吧 哎呀 海涛也不是我说你啊 你这个 你这可真不算什么让步啊 不是 咱俩身上没商量 是吧 没商量啊 我呢 就先替你让一小步 好 你呀 把你的加工费 再稍微那么 降一小点 好好好 我们再自动让一小步 好 我们自动降价百分之十 不想 每扇门的加工费 一百块钱 是经过我们核算的 既要让你们有钱赚 又要保证质量 你们自动降价 肯定从质量上找 不不不 我们保证质量 不不不 你看 我说的让步 不是这么让 那我怎么让啊 我怎么是 我真是急糊涂了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你明白了 你明白什么了 于小姐 您直说吧 您个人 要多少钱 我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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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情方眼的知识吧 你知道 什么是热烈的爱情吗 赤尔尼 什么区别呢 她是这么说的 假使普通的爱情 都可以使你说 我宁可为他而死 那么 等等 我宁可为他而死 这才是普通的爱情啊 对啊 假使普通的爱情 都可以使你这样说 那么热烈的爱情 就可以使你说 我宁可死 也不愿意 他为了我的原因 而勉强他自己 而委屈他自己 这就是两种爱情的区别 你明白了吧 明白 还真不太明白 不明白不要紧呢 专家在这儿呢 也就是说吧 真正热烈的爱情呢 你就完全的不考虑自己了 而恐怕对方受委屈 恐怕对方勉强自己 就不会呢 去主动的追求对方 而等着对方来做决定 我跟你直说了吧 就像你现在这样的 明白了吧 于小姐 于小姐 我错 我都错话了 我成人错 我误会您了 真的我真不是谁 你都弄我 我告诉你老同学 不是说你是吧 你拿于小姐当成人了 是吧 你这不侮辱人呀吗 我告诉你于小姐 您甭跟她一般见识 您都瞧我了 好不好 都瞧我了 我瞧你 我瞧你干嘛呀 都是因为你 要不是你 我能受这么大委屈吗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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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怎么了 你什么意思 你把她拿下 你跟她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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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事就好办了 快着 赶紧 我赶紧 那我也不能因为你 就 我这一杯的大事 这是 还管得了那么多 你老同学不帮我谁帮忙 老同学 我帮你什么忙 这帮包不了 你小姐这样 哎呦 不行 这个 我以后就好办了 感情没到那份上 我真做不出来 你来吃饭一下 这事要示范的吗 赶紧 看你拿下 我吓你 你不要拿下 我怎么拿 我去 你当然也就当着我 就不好意思我 你说的我点不好意思了 哎 不过 说实话 我对岳总 确实 从来没有考虑过 不过 经过你那天晚上 那么一说 我回家以后 又想了一想 我觉得 她也没什么不好 要是 她死追我的话呢 我也可以考虑 可要是让我追她 门都没有 你这种态度吗 这种态度也还算是坦诚 要么那天我帮你们说说 哎 你少管我的事啊 哎呦呦 少管我们的谁事 我们是谁呀 我们 哎 我不理你了 误会误会 全都是误会 对 我不会说话 请 余小姐一定原谅 啊 岳总 哎呀 不 文心 啊 你说 我原谅她吗 嗯 你说原谅 我就原谅 我都听你的 那 那 你就原谅她吧 哎 余小姐 哦 不 李娟 你啊 这 她是个粗人 你啊 甭跟她计较 啊 那好吧 告诉你吧 孙厂长 我本人呢 也是公司的领导之一 这事儿 说是我们公司领导决定的 其实啊 也就是我决定的 你与其 贿赂我 还不如直接贿赂我们公司 你就再做点让步 好不好 好吧 你只要把这十万上的业务 全交给我 你让我怎么让步都行 其实啊 你只要能保质保量的完成任务 我还愿意都交给你呢 这样我还省事了呢 可是 我都交给你了 你拿什么做保证啊 那 还什么保证啊 那我 反正我们厂 我们 你看 你这么吞吞吐吐的 还是不能保证啊 这就说明 你还有可能完不成 孙厂长 我不能拿我公司 上千万的生意开玩笑 孙厂长啊 他不是不保证 他是拿不出什么东西来给你保证 你看啊 这个 压钱 他没有 压人 你不感兴趣 压厂子 你要吗 你要吗 他们现在还是集体所有制 根本无权压给个人 何况 还欠银行那么多贷款 岳总 不 文星 我现在可拿你当自己人了 我现在还坐在这儿 跟他谈判 都是为了你 你应该帮我说话呀 我帮着呢 我 我不知道 怎么 怎么 帮啊 呃 呃 呃 与小姐 咱们这样好不好 咱们在协议里加上一条 如果我们不能按时交货 或者产品质量不合格 我们认罚 罚我们一百万 好不好 数额合理啊 数额合理了 相等于加工费的百分之十了 那好吧 先这么写上 我可是相当你啊 云小姐 不 李娟 写上管什么用啊 到时候你真发的钱 他真没钱 有什么用啊 是没用 写上啊 就表示他们有一个态度 这样的 我也放心啊 回到公司 我也好跟公司领导有个交代 其实啊 我也相信 他能完成 哎 该吃饭了吧 哎 你说是打电话 让他给送过来 还是咱俩过去吃 过去吃吧 就这么凉破 哎 要不再等等 还等什么呀 你不饿呀 哎 不是不是 岳总他们那边的消息啊 万一要是把两边收合成了 他们去外边吃饭 没准加上咱们俩呢 天天跟食堂吃 我都吃烦了 没出息 你要是想换口味 我可以请你吗 我不 你请我 我还得请人请 到时候我还得回请你 岳总请客多好啊 反正从他的项目里出 不吃白不吃 可是他要一请客 肯定要带那个余小姐 我真的不愿意跟他一块 你看你看 还是假想笛 什么真想假想的 反正啊 我是不想再等了 我先去食堂吧 哎 哎 我再等等啊 就再等五分钟 好不好 嘿嘿嘿 食物不早啊 哎 要不这么得了啊 我啊 请二位啊 咱们出去吃个便饭 好不好 来来来 我请我请我请 吃饭不着急 还有两句我就谈完了 余小姐 这个咱们能不能在合同里啊 再加上这么一条 嗯 就是明确规定 这个您这十万扇房大门的业务 就全都交给我们厂了 您就不能再委托别的厂家了 哎 这个 孙厂长 您这太让我为难了 您这有什么为难的 我们保证质量 保证按时交货 保证万一有问题 我们自愿认罚一百万 这有什么问题啊 这话是这么说呀 可是你真完不成任务 我到哪儿追这一百万去啊 甭说追不着 这就是追着 我们的损失 也超过这一百万 那您说怎么办啊 哎 这 怎么说来说去 有说话回来了 嗯 我这 李娟儿 咱不是说好了吗 这十万扇房大门 都交给孙厂长他们 是啊 合同里啊 先这么写着 孙厂长他们呢 先坐着 可是他们不能要求我们 一定不能委托别的厂家呀 别的厂家也可以先坐着 小规模的 孙厂长他们要坐得好 就全给他们 可是万一出了问题呢 我们也得留个后手啊 我们不能一颗树要吊死啊 你看 人家说的倒 对什么 对呀 这不说来说去还是一样吗 开头说 先给我们一百扇 先坐着 别人也先坐着 到时候谁坐得好 就给谁 不是 现在说呢 呃 我们也先坐着 别人也先坐着 是吧 这个虽然说这十万扇呢 全都交给我们 当时我们说做得不好 呃 他还是可以找别人 这不一样吗 哎 他说的倒也对 对什么 对呀 性质完全不一样 嗯 开头说 你们都先坐着 谁坐得好 给谁 现在是 已经答应 只给你们一家了 你们可以坐着 坐好了 就都给孙厂长吗 这万一要出了问题呢 我们也可以找别人啊 这怎么不能限制我们啊 你看人家说的倒也对啊 为什么对呀 这就有可能结拜生枝 我们按时交货 绝对没有问题 嗯 可是谁也不敢说 全世界我们的设备最好 技术最好 质量最好 这也没个绝对标准啊 到时候 他还是可以随便找别的厂家呀 把我们一甩 我们上哪儿说理解啊 你看看 人家说的倒也对 对什么对呀 我是跟他合作 又不是跟他结婚 干嘛可以从一而终啊 我 我觉得合作就像结婚 不能朝三暮四 我 他说的 就算是结婚 那老公不好 那还可以离婚呢 那老公要死了呢 那还可以改嫁呢 那可以改 问题是 现在是老公又好又没死 万一你花心 找个第三者呢 对呀 你说你干 文乡 你听他说这话 这是什么话呀 你们都对 我错了 行不行 吃饭 吃饭 我实在扛不住了 真没办法 今儿中午啊 咱们就凑合在食堂吃一顿得了 他们出来了 不好了 不好了 小雪姐姐 有这意思不对呀 你的情敌有戏 什么情敌 别理他 假装没看见 没看见 干嘛没看见呢 那谁跟好吃的有仇啊 再说了 他是你的情敌 又不是我的情敌 叶总 叶总 你们谈完了 咱们今天中午哪吃啊 嘿嘿 怎么哪都有你啊 你们两个啊 跟着我 咱们一块外头 好好好 好好好 小雪姐姐 走吧 叶总你来吃饭 走吧 干嘛不去啊 走不走 别客气了 孙厂长 请 祝福咱们那次 够了 合作顺利成功 小雪 给这个余小姐倒酒 你呀 还没人小高有眼力见 我就没眼力见 怎么了 服务员倒酒 一点眼力见都没有 看你这真是 你支持人家干嘛 今儿你是主人 你得招呼客人 我干嘛是主人啊 第二个是您请客 我也是客人 那我是主人 我给齐小姐倒酒 哎呦 这不 哎呦 齐小姐 岳总请客 你怎么也成主人了 那合着你们俩成 好好好 我跟二位小姐 都是客人 是吧 是不是 齐小姐 海涛你就别开玩笑了 好不好 我可高攀不上啊 来来来 来 来 你好 小高 海涛 海涛 涂鱿鱼酒杯 拖盘 赶紧准备 就上午签合同 是真的签吗 别又跟上回似的 人签真签 这回是一举拿下 是把合同拿下了呢 还是连人带合同一块都拿下了呀 那当然是 合同肯定拿下 人嘛 没准 那就看我想不想拿了 不给你们翻拼了 赶紧准备 小雪姐姐 你的态度不对啊 怎么这么高兴啊 我干嘛不高兴啊 咱们月总是钱也挣着了 对象也找着了 我为什么不高兴啊 我倒觉得 她跟那个余小姐挺合适的 她也就配长那样的 嘿 我的小雪姐姐 你这态度才算正常呢 不行不行 绝对不行 怎么了孙长长 我是按这两天咱们盘子写的呀 我们同意 把这十万善的业务交给你们 不要风险抵押 不要细语担保 我们也同意了 不再委托别的厂家 你们同意 不用我们预付加工费 如果完不成任务 你们甘愿收罚一百万 我就让你起草的呀 是海涛 合同我可都看过了 一点问题都没有 你看这儿啊 双方签约后 甲方即先拨给乙方 一百扇防导门的加工原材料 乙方即开始加工 说来说去还是一百扇呢 这是说 先拨给你们这么些原材料 等以后再陆续拨呀 那不行 合着还是一百扇 合着后边还是没谱 不是 是说一百扇 可是等我们加工完了 你们原材料控不上了 误了期限算谁的 你们说没有原材料了 把我们的业务给停了 你们要悄悄拨给别人 我们上哪处理去呀 你要这么不相信我 那我也没办法了 你说怎么办吧 说好十万扇全都给我们吧 你就把原材料一次的拨给我们 先拨一半也行 开启工来我们速度特别快 一会儿就用完 不行 全给你不行 一半也不行 绝对不行 那这合同没法签 还是一纸空文啊 没法签 不签就不签 你搞搞清楚 现在是谁求谁 先忙你们的签 我们这再商量商量 我不送你们啊 二位 都别生气啊 别生气啊 咱们再商量商量 没什么可商量 我看于小姐根本没有合作的诚意 没诚意 我这些天坐着干嘛呀 我闲的 孙传传 我老看你没有合作的诚意 所有问题我们都让步了 你还在细节上这么纠缠 谁纠缠呢 再说这是细节吗 哦 就给我们一百扇门的原料 那等于还是一百扇的合同吗 一点没变呢 一百扇的合同我跟你欠什么劲啊 没有意义啊 没意义 我还告诉您 不光这个一百扇 以后每次都一百扇一百扇的往上加 您想一次拿走几千扇几万扇的原材料 没可能 哎 这为什么呀 道理明白的呀 我们的原材料又不是白来的 那是最新的合金材料 每扇门的原材料 最少要二百块 我又没收他原材料的押金 我凭什么把这十万扇的原材料都拨给他呀 那整一两千万人民币呀 哎 说句笑话吧 孙长长 您还费什么劲加什么工啊 那最多挣一千万 您就把这原材料直接拉到市场一卖 两千万您拿走 不是 什么话 什么话 我我是那种人吗 那您打算怎么办 就那么永远的一点点给呀 是一点一点往上加 先给一百扇的原材料 干完了再给二百扇 再干完再给三百扇四百扇 我们把风险降到最低呀 不可能 余小姐 您是内行人 咱们也说外行话呀 你们自己也生产过这种防盗门 大大小小十几道工序 哪道工序不得压在几百扇 哦 一道工序做完了 工人歇点等原料 那不卧工吗 这要是误了工期 反正我们保证原材料不端的 误了期限那是你们的事 嘿 有真不讲理的味道 余小姐 我跟您说句实话 这十万扇的加工量 最低限度 您得拨我一万扇的原料 要不然我没法开工 孙厂长 我也跟你说实话吧 这十万扇的原材料 都在我那搁着呢 现在只能免费 给你一百扇 以后你要多少都行 每扇二百块押紧 不容易呀 真不容易 叶总 快喝点水吧 这回真算是彻底解决了 解决了 这孙海涛真是的 老说他们厂子里都没钱 哪真没钱呀 一万扇房当门 光原料押金就两百万 人家一次就掏出来了 开工了 干的那就热火朝天呐 刚才我跟丽娟要去看看 叶总 你和丽娟 丽娟是谁呀 丽娟就是余小姐 我这都是为了工作 海涛啊死逼着我 让我跟他讨近我 我这不是受人之托 忠人之事啊 您就不用解释了 生意人嘛 做点什么事都是可以的 我做什么了 我呀 我怎么的 您别生气 我那是说着玩的 说着玩 小雪啊 我看你这是有点情绪啊 啊 污蔑领导 知道吗 这要搁别单位 早就把你给开除了 哼 这也就是我 是吧 我不但不开除你 我还奖励你们两个 啊 这次的终结费啊 一共是五十万 人家打算分期付啊 投一批 已经在我这了 好 这回你们俩帮不少忙 嗯 一人五百块钱 来 谢谢叶总 不客气 不客气 来 小雪 谢谢 我不要 哎 我说你这 小雪 你这你客气什么 你看这 这怎么了 哎 小雪 小雪 哎哎哎 你是怎么了 啊 没什么 我就是觉得 那个余小姐有点靠不住 啊 说好了不收钱 一下就收入人家二百万 哎 这不叫收钱 他还有两百万的原料 压在人手里头呢 合同上有规定 以后万一出什么意外啊 他还得照原价 都得给人收回去 知道吧 哦 那反正 是吧 啊 反正 您得小心点 啊 小心什么 这事我都做完了呀 今天他们是各自 附罗百分之十的中介费 啊 以后是每验收一批产品呢 我就再接着收 一直收到五十万为止 这也算是咱们公司新千年的开门红啊 不容易 拿着啊 一定得拿着 好不好 那我就不客气了 你跟我客气上 那岳总 咱们这笔项目也算做完了 嗯 那您上回跑了 那几个项目 咱们什么时候开始做呀 就那个人工饲养和无痛涂仔 哎呦喂 小雪你让我歇歇行不行啊 什么杀猪宰羊呢 咱们过两天再说好不好啊 喂 哦 厉娟啊 啊 你说 你说得容易吗 啊 就这两天呀 我在家我就认真总结呀 你说啊 人家一头呢 是有技术 有原料 有订单 啊 一头呢 是有工厂 有设备 有能力 我是什么都没有啊 哎 就靠着两边说和 就生生把这五十万个钱 也就给说下来了 嘿嘿嘿 容易吗 啊 真不容易 行了 咱们中心 今年的开支就不愁了 啊 当然 这其中啊 我个人拿大掏 哎 小刚 哎 一会儿给我算算 啊 看看这个 交完税以后啊 还能剩多少 嗯 要实在花不了啊 我就捐给这个 贫困山区的孩子 岳总 嗯 你别光想这贫困山区的孩子呀 嗯 你想想您身边的孩子 嗯 你不说我 哈哈哈哈 呵呵呵呵 你 嗯 别逗了 就你还缺钱花 呵呵呵 瞧你说的 这年月 谁不缺钱啊 甭说是我了 连那英国女王都缺钱 哎 我听爸爸说了 就他也天天跟王公里发仇了 是吧 小绪姐姐 我不知道 反正 我从来不缺钱花 挣多少 花多少呗 呵呵呵 想不想多挣多花呀 哎 要想多挣多花啊 现在就得留神着我这一举一动 保不齐什么时候我发了大财了 高薪聘你 给我写本传记 可要是写传记的话 您就不能有事瞒着我了吧 您啊 先得告诉我 您跟那个余小姐 关系进展的怎么样了 有没有见过面啊 嗯 我就是前两天陪着他啊 去了上海涛厂里 这个呃 别的 你就别打听了 不行 快快来一下 我有话跟你说 你赶紧告诉我 你跟那余小姐最近关系 到底怎么样 那那那那 不是你怎么就问这个呀 啊 大老远呢 着急冒火跑来 就问我这事 你赶紧告诉我 事关重大 这我关你什么事 太关我事了 我现在就指望你了 怎么了 怎么了 我跟你说 昨天我们厂的第一批样子 已经出来了 好啊 经他们派来的技术员 一检验 全都不合格 啊 哎 这为什么呀 别的都没问题 啊 就是这技术要求 他们要求啊 这门和门框之间 要严辞合分 误差不能超过零点 多少多少多米米 跟你这么说吧 一张保纸片 都不能插进去 这无论如何 也做不到啊 你想啊 又要断压 又要焊接 他怎么可能 没点误差呀 是这就 哎 我什么 他们要求 怎么这么严呀 他们 人家说的有道理啊 人家说现在的 六门窍锁的 就是拿那个 特别薄的金属片 趴往里扎 人家房就是这手 要不然 为什么叫 最新型的房道门呢 哦 哎 那当初你们接活的时候 你们没看人的技术要求啊 看了 可是当初就光顾了接活了 没想到坐起来 他真这么难 没想到他验收的时候 还真卡我们 还真通不过 你说 我现在就剩个一条路了 这个就得求这余小姐 帮我说句话 不是 你跟这余小姐关系 到底怎么样 我们 我们什么关系 这我们就是一般的关系啊 我告诉你啊 这两天我们俩就没见面 你别不见面啊 我就指着你了 你赶紧把他拿下 你赶紧跟他结婚算 我把他去 你结婚的全部费 我们逞包了 好不好 你这叫什么话呀 这个 我跟你说 我虽然从事这份工作 是吧 可我们也是卖衣服卖身 你一大老爷们 你称什么劲啊你 该卖你都卖了 不就完了吗 不是 我跟你说 这验收要老通不过 嗯 这个我不光这一千万 我挣不着 这耽误了交活的这期限 不是吗 我还倒陪着你一百万 这我 这不活 我急死我吗 这 先别急 要不 要不这么得了 过两天 过两天 我们俩再好好上来上来 别过两天了 就今天 好吧 你你你把他约出来 你请他吃饭 你给他送你 反正钱全会 我们出发就行吗 好不好 就这么着了 越宽越好 我回场等你信的 好吧 哎呦 我说就这么着 不行 我们的技术员 回来已经跟我说了 这绝对不行 这样的质量 我们不能接受 这会毁了我们的牌子 砸了我们的饭碗 那你说现在怎么办 他们是什么办法都用了 就是达不到要求 我们的技术员 可以过去帮着想办法 那太好了 要是还不行呢 那我们只能终止合同了 我们再委托别的厂家 最好咱们别走这一步 海涛说了 您个人有什么要求 他一定都满足 文星 我一直很尊重你 我尊重你 你应该尊重我 对不对啊 是是是 你答应我 这种话以后不要再提了 好不好 好 不过我还是想求求你 这海涛他毕竟是我的老同学 帮忙可以 要在原则范围之内 违背原则的事 我是不会做的 还是不行 他们的技术人员去了好几次 分译的结果是 我们的设备不行 我们的技术力量不过关 这不是一时半会儿能解决的呀 改找我们命令没有这一千万呢 你替我问问于小姐 实在不行 我们解除合同吧 解除合同可以 解除以前 他必须按合同办事 他现在既不能按时完成任务 又不能保质保料 白白耽误了我们这么长时间 是是是 我们现在就是马上委托别的厂司做 有些订单也已经无期了 我们蒙受了重大的损失 合同上规定的罚款一百万元 你告诉孙厂长 一分不能少 如数交给我们 这绝对不可能 哦 我们一分钱没挣着 倒赔一百万啊 你告诉他 现钱没有 以后再说 他不可能没钱呢 我手里还扣着他二百万的原料押金呢 你让他把原料退给我们 我退一百万 剩下一百万 作为财款 想什么呢 门也没有 你告诉他 老老实实把我那两百万给我送回来 我把原料退给他 那什么罚款啊 以后再说了 他要敢扣我一分钱 他那原料一剑片拿走 你可以告诉他 那原料啊 是我们特制的 他压在手里也没用啊 卖都卖不出去 而且啊 我们还可以去法院告他 那样他就不止一百万的损失了 我到市场上打听了 还真没人要 一百万都卖不出去 再惹上官司 不值党呢 你帮我求求余小姐 我们认罚可能不能少罚点 我把原料退给他 他呢 还我一百五十万 那五十万算罚款 我们认倒霉行不行啊 你跟他说 退一百万 罚一百万 你商量 那就甭商量了 就罚一百万吧 倒霉啊 教训啊教训 我早就说嘛 那姓鱼的不是好人 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 小徐姐姐 你就少说两句吧 你看岳总 说吧 就让他说吧 哎哟 我告诉你们啊 就是到了现在 我都不觉得丽娟就是个骗子 你还不觉得 你简直是无可救药了 都骗了一百万了 还不是骗子 那谁是骗子呀 他要是骗子 他装得也太像了 哎 他没骗走一百万 啊 他只骗走了九十八万 那两万块钱还在我这呢 海涛那三万块钱 我都还他了 那这两万 你好意思自己留着吗 我是不好意思自个留着 可是我 可是我都花的差不多了呀 你说前前后后的 啊 请了十好几回课 你们今儿俩 一人拿走五百块钱 公司其他员工多少也给了点 啊 哎 上个月的煤气水电费 还是拿我这钱交的呢 这就快到月底了 我还得给你们发工资 行了行了 你那钱怎么花呀 我就不管了 不过月总啊 你也别歇气 打起精神来 咱们说说下一个项目 那个自然饲养法 和无痛屠宰法 我还哪有那心思呀 我就等于是啊 让人家给无痛屠宰了一回呀 哎 还真是啊 先是自然饲养 啊 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 让你一点感觉都没有 啊 条件还都是自个儿提的 罚款一百万 是吧 押金两百万 冷不丁的哎 就在你背后 呈 就给了你一下子 啊 让你稀里糊涂的 是吧 脑袋掉了都不知道怎么掉的 这可真是无痛屠宰 温柔一刀啊